嗨大家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然後今天寶妮會介紹的電影 然後我呢會跟大家分享其中一個英文的台詞 就是很代表性的台詞 第一部就是愛的過去進行式 To all the boys I've loved before 然後呢它是一個校園ROMCOM 就是YA片嘛 就是主角 就是Young Adult 就是校園片會叫YA片 什麼那些年那種 對 算是YA片 對對對 然後女主角是一個很害羞的一個女生 而且我都講是一個亞洲女生 對她是亞裔的 她是亞裔的 一個害羞的亞裔女生 然後她就是不太敢大膽的示愛 所以她過去那些年來她愛的男孩的人 她就是都不敢告白 所以她就把她的愛意就是會噴發 所以她就把它寫成一份封的情書 然後就坐在家裡的盒子裡面這樣 那有一天呢這些情書就意外的被寄出去了 好丟臉 對 然後其中一個情書呢是 她還正在暗戀ING的一個男子 然後就覺得很害羞 然後就不知道 傻眼 她就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為了要掩飾這一切 她就 就是 找了一個煙霧蛋 就是另外一個 校園中的風雨 總是有一個煙霧蛋啊 對 一個風雨 她可能是gay 但是這部不是gay 這個不是 這是一個小鮮肉 她找一個小鮮肉就是跟她當 就是假情侶這樣子 但是想當然有了這種 愛情喜劇她的發展就是 之後男女主角就會假戲真做的一個部分這樣 老實講我一開始就想說 因為她在Netflix上面很想不看白不看 感覺就是那種很老梗的青春愛情片 她也有老梗的地方 但是 對 但其實我覺得 沒有那麼討厭 就是你看完就覺得 好可愛 好青春喔 沒有青春 只好是一個牙抑的女生 你就會覺得 好不一樣的感覺 對 而且你會覺得更可以 同感 對 一個牙抑的女生 她無法表達她的心意 她不敢追愛 可能也是有她的理由的 所以她必須用寫清楚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她會結合一些 就是青少年成角 真正會面臨到的問題 而不是我們過去看到的一些 比較 我不知道 就是很套路 就是可能Queen Bee 就是壞女孩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 風雲人物 就是一定會傷透女主角的心 就是她沒有這種公式 她沒有這種老梗 尷尬梗 對 所以看完就讓我很喜歡 看完我也很喜歡 好啦 那我來分享其中一個Quote 她說 It was over before I even had a chance It was over before I even had a chance 因為這個女主角 就是寫了一個很尷尬 然後就是充滿愛意的情書 然後呢其他人沒有想寄出去 然後就是被那個暗戀的對方收到 她就很傻眼 對 所以呢在開始之前呢 的確就已經結束了 對 好 第二步就是老闆送座 對 set it up 然後她很有趣 她在講說 你知道助理就是一種很拼死拼活的職業嘛 就很辛苦 對 然後就是做牛做馬 然後主角就是兩個助理 然後就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的助理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天就突發起想 覺得說 欸我們的老闆就是每天都這樣工作狂 是不是因為就是 就是因為沒結婚 或是因為沒有男朋友 對 時間太多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在談戀愛 所以他們就是 就是set up 他們兩個的主管 然後變成就是在一起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才叫做set it up 對 set up 就是湊合兩個人的意思 湊合 對然後最後呢 當然走向就一定要是 男女助教就愛上對方 對啊 就是助理結婚 然後老闆們結婚 對 感覺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過程是好看的嗎 對啊我覺得過程就是 很多很小清新的笑點 你要說主流 我覺得她也是有一些主流的套路 但她的笑點就是很可愛 好啦我們看一下 這一句 Oh You're not hard to get at all You're hard to earn It's so much better Oh 這一句很不錯 對 怎麼會耶 然後再一次 You're not hard to get at all You're hard to earn It's so much better 那hard to get呢 其實就是 欲情故縱的意思 假設一個女生就是 明明喜歡呢 還要假裝不喜歡 對 那叫做play hard to get 但是她說你不是hard to get 你是hard to earn 要贏得你的心 很困難 你要很努力才能夠迎來這個人 很珍貴 像珍寶一樣 沒錯 這一句很撩勒 我覺得不錯 超撩勒 女生應該都可以寫筆子 第三部呢叫做可能還愛你 Always be my maybe 然後是Ali Wang 我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脫口水 喜劇演員 對她很好笑 對 然後和那個普蘭道主演 就是那個菜鳥新移民的那個爸爸 對 又是一個亞裔主演的浪漫戲劇這樣 然後她在講說 這一對男女呢 他們就可能有點類似青梅族嘛 認識很多年 然後就是可能中間就是來來去去 然後就是經歷很多事情 然後我覺得她想要表達一個 主旨是就是女生她可能就是長大之後 她變成一個事業 她事業很成功的一個女鄉人 然後可能男主角中間就經歷一些不平衡 就其實很勞梗 但是中間她塞了一段東西 其實太高門了 Keyanu Reeves 然後我看到她出現的就是 太扯了 而且她是As她本人 As Keanu Reeves 就她沒有演角色 她就是來就是可以月下 然後Keyanu走進來 殺神入場的一個氣勢這樣 而且我覺得她有點調侃好萊塢的一些 可能上流社會的人的那種形象 就覺得她很懂自嘲這件事情很好笑 Always Be My Maybe這句的台詞是 因為那個女主角她就是一個超級女強人 然後她又很想要結婚 然後一直在找男朋友 然後她就說啦 All these men keep saying how much they want a strong woman What they really want is a cheerleader 對她那一隻是因為她的前夫 好像跟她結婚就是希望她是一個女強人 但其實都是在沾她的光 如果光芒就是掩蓋過她先生 她先生不開心這樣子 所以她就說 All these men keep saying how much they want a strong women What they really want is a cheerleader 所以她的強人可能是不同方面的 strong 並不是真的是 什麼 不同方面的 strong 就是很會加油 對 對 就在那邊三更斗 很活潑 很外向 然後可能就上的聊天堂 Trophy wife 總的Trophy wife 就是帶出去很好看 就像是你帶你太太出去的感覺就是帶獎杯 花瓶期 對 這邊一直就是獎杯太太 非常物化女性的 對 就是你把她帶出場之後就是 你看我的太太就是這麼正 重點是也蠻多女生享受當Trophy wife的這樣 Trophy wife應該收入不錯吧 Trophy欸 Trophy欸 看這部的時候剛好是 感覺是 剛失戀 剛失戀我不可能看這個 然後 然後我哭爆 那因為哭爆 因為那個女主角經歷跟我太像啊 就是也是和一個就是交往多年的男友 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然後就分開 然後他就必須要從這個失戀當中 走出來的一個整個過程 他雖然很勞根 但是卻是我們每個人 可能我覺得有失戀過的人一定會經歷的事情 你就會想要跟蹤前任啊 他在幹嘛 他有沒有回我訊息 他有沒有傳訊息給我 他有沒有看我現實動態 然後朋友 欸 朋友看我動態 然後 旁邊的女生朋友就會把他手機搶 我說你不要再看他 你不要再看他的IG 你不要再世間他的IG了 他的 世間 他的 他的整個竹子就在講這個女生 他是如何 嗯 Move on 然後他中間就是有很多flashback 去看他就是過去 省事他過去和他這個 這一任男友之間的關係 然後最後他終於就可以放下 然後終於開始翻頁 進入一個新的篇章這樣 然後我在看手子的哭爆 我覺得你如果剛分手看的話一定會 哭爆他 對 因為他很虐 然後我就有看他寫的那一段話 我就覺得實在是 太虐心了 他說 因為他就說 當你分手的時候 你就會很希望對方就是 假設一起去吃飯 再吃一次飯啊 再吃一次飯啊 就最後一次啦 對啊 再一起去看一次電影啊 然後他就說 就是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他說 所以我的希望是 如果我們再加一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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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希望是 我們再一個再一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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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絕對 我要讓你去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Netflix的話 不要錯過這四部電影啦 那非常謝謝寶妮今天來介紹 你真的可以把很長的電影講得很簡要耶 果然是電影宅 對 徹底的電影宅 我是一個很會整理大綱的一個人 對啊 你整理得超級順 如果之後呢大家想要看什麼樣的電影啊 希望我們可以拍什麼樣的主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一些靈感 那也別忘了去訂閱寶妮的頻道 那今天就差不多這樣啦 那就是今天影片 我會見到你們很快 BYE YAY Yay